据说这是海鲜中的贵族 首调大馆鱿鱼 今天教你最简单的葱油蒸鱿鱼 抽调软骨后打上花刀 如果是招待客人 这时候就不要打花刀 以免外皮全部收缩退掉 可以在蒸好后再打花刀 这可是鱿鱼中的爱马仕 很贵的哦 随后整齐地摆放在盘中 送入蒸箱中 蒸两分钟即可 不然肉就老了 随后取出撒上切好的葱花 葱花可以多一点 用热油激发出葱香味 如果油不够 可以再淋上一手 浇上生抽 这道葱油蒸鱿鱼就做好了 我觉得这是鱿鱼最好吃 最鲜嫩的吃法 鲜嫩脆爽 原汁原味 你爱吃海鲜吗 那就收藏起来吧 以防需要的时候找不到 好 此味道 如果您的想要 更好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订阅